那也就是說把它輸出的話 理論上它就是... 會出...這個又是老問題 常常如果你假設出現這個叫什麼 Tab Air 可能是它這邊 就是這邊這個叉叉的地方 你只要重新再把它改成四個空白 有時候就OK了 原因不明 可能是它這個程式的bug 還怎麼樣 然後把它執行這樣就OK了 那執行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它就會是一個蘿蔔又坑的狀態 一個 一個的分開 而且中間加豆點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資料呢 放到 insert into 裡面去的話 那該怎麼做比較簡單 跟各位講一下哦 你們如果說可以拿範本 所以剛剛範本先做 輸入一筆資料的動作 這個是第一個啦 輸入一筆資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在這個當中 先撰寫這個讀取檔案 還有呢 用回圈把會員讀進來的這個動作 這個是第二個 第三個的話就是把它們兩個 就是一跟二串在一起的動作就三 那怎麼樣把它串在一起 這邊特別注意哦 步驟一 請你先把 這四行哦 原來是註解 把它打開 Ctrl-1 然後二的話呢 請你把 這兩行就好了 因為底下這兩行哦 其實 不需要在回圈裡面做 因為呢 這個 commit 只要最後一次確認就可以 關閉也是關一次就可以 所以主要是這兩行哦 然後按個 Tab 鍵 放在這個回圈裡面 放在這個回圈裡面 把它二合為一哦 所以哦 本來這兩行哦 它沒有哦 在回圈裡面 那現在的話我把它放在回圈裡面 做什麼呢 接下來就是把它 把這個跟上面這一行串在一起 那怎麼串哦 主要是 這邊總共會有五個資料呢 必須動態的丟 那當然呢 其實丟哪些 這個實際上哦 等於是說把這個啦 放到這邊裡面去 這個 而且是單引號裡面哦 那這個的話呢 放在這個裡面 這個單引號裡面 以此類推啦 一個羅布爾坑 反正就是說 你要把它一個一個 當問題要怎麼放最簡單哦 其實呢哦 我試了很多方法 我發現最簡單的方法 還是用 Format OK 應該還記得那個 Format吧 那個 Format 的話 它有個特性 第一個 我們 Insert into 裡面哦 這邊的資料哦 假如說是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用大瓜糊表示 所以哦 請你把原來裡面放的資料 加個大瓜糊 意思就是說呢 我不確定要放什麼資料啦 反正我就放 總共五個資料 所以五個資料的話 就五個大瓜糊 把原來有資料的地方哦 把單引號要留下來哦 就是這樣子 大瓜糊裡面不用放任何格式 反正就這樣 OK 第一步哦 所以就是把這兩行 放到回圈裡面 然後呢 把原來有資料的地方 改成大瓜糊 然後呢 在這個字串的後面 加一個點Format 因為大瓜糊必須要賦予它變數值 所以呢 點什麼呢 點Format 瓜糊 然後要給五個資料 因為前面有五個大瓜糊 所以呢 Format裡面呢 要給五個 五個資料的第一個資料就是這個 就是什麼 List2裡面的第一個資料 那第二個資料的話呢 在豆點 再貼 然後呢 把它改成1 然後在豆點 這個第二個 第三個的話呢 再貼 然後呢 把它改成什麼 這邊改成2 意思類推啦 再來的話 就是在豆點 第三個嘛 第四個 就是變3 然後再來的話 一樣在豆點 第五個的話呢 那就是 這邊改成4 所以哦 意思是說 把這邊前面的這四個資料 放到Format裡面 那很簡單 記得哦 就放進來之後 後面加豆點就可以了 那它就知道說 哦 你放過來之後呢 我就自動幫你把這個 資料呢 放到第一個 它 按照順序嘛 第一個就放第一個資料 第二個就放第二個資料 大瓜糊 那所以有五個大瓜糊 所以後面的話 剛好也有五個 一個蘿蔔 一個坑 就把資料分別放進去了 好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 我們就 大功告成了 OK 所以哦 要把什麼 把那個 回圈 跟剛剛的音色音圖串在一起 想到其實最簡單的方法應該這個 不然的話 其他方法好像 會讓程式變得很複雜 所以這一招應該是最簡單的 那關鍵的地方呢 就是用format 用format insert into 類似像這樣 其實如果以後檔案跟資料不串 就用這一招 基本上呢 很方便就完成了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如果做完之後的話 所以哦 剛剛的 這個是讀 把它讀檔讀進來 切割成那個 這個串列 然後再用那個format 把資料放進來 最後的話呢 我們來試試看 這樣有沒有成功 執行 然後看有沒有錯誤 所以Member01 把資料放進去 執行 那你可以看到沒有錯誤發生 那 或者最後你可以在這邊做一個print 比如說寫入成功之類的 那這個不寫 沒關係 寫入 成功 這樣子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把它儲存 那再跑一次好了 欸 寫入成功 好 那這樣的話呢 那其實這個print其實可以不需要啦 所以這邊把它加一個 註解好了齁 好 那這樣的話其實執行的話 欸 就寫入成功了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來確認一下 這個有沒有在這裡 所以把這個開起來的話 Member01.db 然後可以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就會有個 Member01的資料表 空的齁 然後裡面有沒有資料 有 Member01 那總共有幾筆資料呢 Member01 底下這邊有個 1到151 欸 151 你想說呢 怎麼151這麼多 不是50筆嗎 其實 因為我們第一次是輸入 11號 然後再輸入一次 我總共跑了三次 每次都50 所以剛好就151 那你想說 老師不對啊 這個如果 這邊就有重複的資料 會員變成說 這邊1號有兩個 底下呢 又跑了 有沒有 就是跑到50之後又一個 有沒有 然後跑完50又一個 那這樣不對啊 就重複資料 那怎麼辦 所以理論上齁 比較精確應該是這樣 如果你要避免齁 這個Member01 每一次 會有重複 因為他是 有點像append在下面 繼續增加 所以如果你要精確的話 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在剛連線之後 我們這邊不是有一個create table 其實你可以把它顛倒 怎麼顛倒呢 你可以把這個 所謂的那個什麼 思考語法這一行 有create table 當然會有個叫什麼 drop table drop的話就是 把它怎麼樣 把那個table 把它給 刪除掉 那前提的話 if什麼 底下是if not exist 是不存在對不對 那 顛倒過來 drop table 如果 if什麼 exist 這個Member01 後面 因為主要不是不需要 像create table 還要跟他講說哪些欄位 不用 然後底下一樣加什麼 加這個 cursor.execute cursor.execute 是執行上面 這一行的SQL語法 那這一行呢 這兩行加上去的用意是什麼 如果當我 執行這個動作之前 假如裡面已經有 那個Member01 這個table 的話 那就幫我什麼 先drop掉 drop掉就是刪掉 為什麼 因為我要先 我底下有個 建立新的嘛 有沒有 那我重建一下 意思說 我這樣的話 永遠就保持那個 資料是最新的 而且不會有一直 重複資料發生 所以把它執行一下 寫入成功 那這邊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在這邊 裡面看一下 目前的話 你可以看到 資料呢 就保持是 1到50 也就是說 總共50個會員 那底下呢 也就50個會員 如果再執行 剛剛再執行 變100個 那現在的話呢 寫入成功 因為這邊有drop 所以你會發現 我再開啟一次 再切過來的話 再開啟一次 你會發現呢 裡面的資料呢 還是只有50 為什麼 因為我這邊有drop 假如這個member01 是存在的 他會先怎麼樣 先把它砍掉 然後到這邊再重新建立 這樣的話呢 相對 資料比較 不會有重複的問題發生 ok 那我把那個剛剛的重點 再回顧一下 一 我是 把那個什麼 把 底下這兩行 insert into這兩行 跟這個回圈結合 所以我加一個TAB鍵 那二的話呢 把這裡面的話 原來的資料呢 改成大瓜糊 跟format串接 ok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 就可以把資料寫進去了 為了避免資料重複 我又加了這個 drop table 其實是拿這個來改 貼到上面 把create table 改成drop table if not is 改成 if not is 這個把它刪掉 這樣就可以了 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的話呢 就等於是說 我把那個 50個會員 寫個回圈 然後讀檔寫到 資料庫裡面去 請各位試試看 好嗎